双子爸爸的超级诗游记 现在开始 第三集 美猴王大战混世魔王 美猴王孙悟空 告别了自己的老师 须菩提祖师 喊一声金斗云来 架上他的金斗云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只一秒钟不到的功夫 便回到了花果山的地界 美猴王高兴急了 他急急忙忙的跳下云彩 来到了熟悉的水帘洞的洞口 大喊一声 孩儿们 俺老孙回来了 快出来吧 刹那间 至今树后面 草丛里钻出了无数只猴子 大叫道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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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王 欢呼着围了上来 这时候 那只年老的元侯丞相走上前来 面带悲哀地说道 大王 大王 我说您怎么才回来呀 您可不知道啊 我们可受苦了 嗯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大王 您可不知道啊 您走了之后啊 咱们花果山 来了一只妖怪啊 他霸占了我们的水帘洞 把我们全都赶了出来啊 那妖怪实在厉害 我们全都打不过他 哦 那妖怪还扬言说 要把我们这些狐孙赶尽杀绝呀 大王 您可回来了 不知 大王您可学到什么仙术了吗 什么 孙悟空听完大怒道 什么妖怪 敢来这里撒野 你们说 他什么模样 来自哪里 马猴大元帅说道 大王 那妖怪自称混是魔王 每次他来都是 腾云驾雾 风雨交加 雷电大作 他自己说 他就来自北边的那座 高山的什么什么 水藏洞 孙悟空听完 安慰大家 好孩子们 你们且不必害怕 看我怎么去收拾他 说完 往空中一指 叫了一声 金豆云 来 架起金豆云 便飞了出去 群猴看见了 美猴王的神通乌巴大叫 大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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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孙悟空 驾着金豆云 一刹那间 便飞到了北面的 这一座高山 眼见着前面 有一座 深不见底的山间 山间的旁边 立着一座石碑 上面写着 五行水藏洞 就是这儿了 孙悟空跳下云头 接着一个猛子 扎进了神间 不一会儿 来到了洞口 孙悟空在洞口 大喊一声 妖怪 你们给我听着 我那花果山水帘洞 洞主美猴王 孙悟空是人 你们胆敢欺负 我的孩儿们 还不快出来受死 话还没说完 只见洞内突然狂风 大作 雷电脚架 卡 卡 卡 随后 洞门开了 那浑石魔王 带领一群小妖怪 冲了出来 只见那浑石魔王 有三个孙悟空那么高 浑身穿着 乌黑发亮的铠甲 手中提着一把 巨大的砍刀 雄啾啾 气昂昂地 站在了孙悟空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 孙悟空 突然大笑了起来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一只毛猴啊 你难道是来送死的吗 孙悟空大怒 也不答话 冲上来一拳架一脚 乒乓 把那魔王便打倒在地 那魔王完全没想到 孙悟空这么厉害 他急忙抡起大砍刀 朝孙悟空的头上砍来 孙悟空闪身躲在一旁 然后一伸手 你才怎么着 从自己的脑袋后面 拔下了一撮猴毛 往空中一吹 噗 喊了一声 变 只见那些猴毛 马上变成了 二三百只小猴子 顿时 把那浑石魔王 团团围在当中 叽叽喳喳叫着 连抓带挠起来 原来 孙悟空 自从学会了 七十二变之后 他身上的八万四千根毫毛 根根能变 而且随心所欲 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现在 你瞧 这些小猴子 围着这个巨大的浑石魔王 有抱胳膊的 有抱大腿的 有扣他眼睛的 有捏他鼻子的 还有 闹他痒痒的 顿时 把那妖怪 闹了个手忙脚乱 救命 救命啊 他的大砍刀 也被孙悟空轻松夺了去 而后 孙悟空大喊了一声 你 还不快给我滚 那妖怪连滚带爬的站起来 一饶命 一饶命啊 然后一溜烟 跑得不见了踪影 从此 躲进了深山老林里 再也不敢出来了 孙悟空 这才带了这些小猴子们 架上金斗云 只一秒钟的时间 便回到了花果山水莲洞 然后 他向群猴 讲述了自己 大战浑石魔王的经过 群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 这时 猿猴丞相说道 大王 你法力无边 实在是我们的保护神啊 不过 大王 你手中拿着这把大刀 做什么呀 啊 啊 这乃是那混石魔王的兵器 如今被我搅换了来 我 拳牵拿他练练手 当我的兵器 从今天开始 我教你们武艺 好保卫咱们的花果山水莲洞 群猴听了大呼 好业好业 大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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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孙悟空有些犯难了 可是你们手无寸铁 如何练得了武艺啊 也得为你们置办些刀枪剑戟这些兵器才行啊 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为难之际 马猴大元帅开口了 大王 从咱们花果山往东二百里 靠近海岸 有一座奥莱国 那里人口众多 而且他们兵强马壮 想来 那里一定有很多的兵器 大王您 何不去那里看一看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好的海尔曼 你们且在这儿等着 俺老孙去去就来 说完 汪空中一指 叫了一声 金斗云 带我去奥莱国 嗖的一声便不见了 眨眼间 已经来到了奥莱国 只见面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城门上面 有一排排的士兵持枪拿刀在站岗 孙悟空想了想 叫了声 变 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 扑鲁扑鲁扑鲁 扇动着翅膀 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进了城里 然后 他跟随着巡逻的士兵 很轻松地找到了武器库 只见兵器库里面 堆满了刀枪剑戟等等各种的武器 孙悟空想了想 又伸手拔下了一撮猴毛 叫了一声 变 变变出了成千上万只小猴子 孙悟空叫道 孩儿们 来呀 把这些武器 统统给我搬到花果山水连洞里 小猴子们发一声喊 拿刀的拿刀 拿剑的拿剑 搬斧子的搬斧子 抢大枪的抢大枪 不一会儿便把这兵器库搬运一空 这时 孙悟空冲着天空喊了一声 金斗云 来 给我变大 变大 只见那朵小小云 刹那间变成了一团大大的云彩 那些小猴子们全都跳上了云彩 孙悟空站在最中间 喊了一声 鬼山 搜的一声 刹那间来到了花果山 猴子们简直看呆了 他们的大王真的法力无边呀 这才半天的功夫 就弄到了成千上万的兵器 孙悟空笑道 哈哈哈哈 海儿们 还愣着干什么 拿起武器 我教你们洗武呀 猴子们这才缓过神来 又发一声喊 各自拿起武器 开始跟着孙悟空 学习起了武艺 这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大军 声势越来越好大了 The End